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公告 一名员工确诊了武汉肺炎 目前已经到医院诊治 而内部也决意启动 分组办公的营运模式 而台积电所在的新竹科学园区 被称为是台湾戏谷 目前有500多家的高科技厂商 各大厂是如临大敌不敢马虎 新竹市长林志坚今天也亲自视察 关心网通大厂的防疫作业 手部消毒和外线改测 还要填写旅游史 新竹市长林志坚 亲自前往台湾的科技重镇 新竹科学园区 视察网通大厂智邦的防疫工作 看到了台湾科技的创新 也看到了未来在防疫上 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藉由 这些科技业的一个力气 来协助我们共度这样的一个难关 我们也运用我们网路的科技 提供了远距工作跟居家工作的一些解决方案 右手边是我们远端在家工作的同仁 不少科技大厂以远居会议代替实体会议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业者绷紧神经 员工餐厅内超前部署准备隔肩板 已备不时之需 外头还搭起了三座户外帐篷 作为访客接待区 避免难料的风险 可以避免一些其他外来因素到他公司里面去 造成更大的影响 疫情它其实是在室内会有一个传播效应 在户外的部分我觉得这样安排是非常棒 藉由党的方式去隔离到一月脱一的一个传播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措施 以防大家在互相传染 科技大厂严正以待 联电员工必须在进公司前 在线上填写旅游室接触时跟自身体温 进入公司还要通过红外线感测移 用餐时间公司则会准备餐盒 让员工在个人座位用餐 台积电更扩大门禁 要求14天内曾经前往欧洲 每家跟中亚的供应商禁止入场 科学园区是带动台湾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引擎 所以对防疫这件事情 我们是非常的重视 我们同时也邀请一些不同领域的产业的公司 来分享他们的防疫作为 主科宋有台湾戏骨支撑 目前总共进驻500多家高科技厂商 科技大厂如林大敌 就是怕一个疏忽冲击台湾的科技重镇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九小赵婷与台湾新竹采访报道